為什麼其他助理都咬高鴻啊 只有你不成 你說沒辦法 其他都咬他 為什麼 高鴻跟助理到底處得怎樣 是不是很多人說他太小氣啦 太摳啦 平常跟這個助理要求 要求是要求那個 所以一般助理通常都是支持 自己的委員 怎麼搞到要反目呢 沒有 第一會期 其實說實在我們感情 真的還不錯 那也不是反目 就是拿出 拿出這個檔案的 不是我們第一會期的 任何一個同仁 我覺得大家會認罪或是不會認罪 每個人都每個人的考量 你們第一會期跟以後的助理不一樣 因為像我第一會期做完 我就離開了 但是我後來離開 我還是偶爾會回去跟大家說 就是哈啦 賣飲料 就是大家聊聊天 或是他們真的有活動要出人 要遊行幹嘛之類 我就回去餐飲卡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第一會期 就是我做我做完 那行政主任是做到十二月 當年的十二月底 大家就離開了這樣 就是沒有到第一會期 其實我覺得大家其實真的沒有想那麼多 當然就是第一會期就是一個想要幫高拼出來一個好成績 那當然說嚴格是嚴格 我們那時候很在乎聲量 我們很在乎我們的議題有被大家看到 然後我們希望趕快提出有有有利於國家 那民眾也有感受的法案 所以我們其實大家真的是蠻拼的 那我自己也看到辦公室 就是我那時候其實大概做了三四個月 大概五月的時候 我就覺得啊自己好像身心就是心有力 心有力而就是不足 就是覺得自己能力好像沒有可以看受到說 我可以幫你處理整個政治公關輿情的部分 我那時候就有跟高提說我可能你可能要找更厲害的人 因為我輿論啊那些網軍方向我真的覺得心很累 那當然其他同事也比我也不會比我辛苦 他們比我更累 所以那時候高露說啊 你在你在撐一下 你第一個回去做完之後再走吧 做完一個閉嘴 我也就覺得OK這樣 所以其實說在我們到了選前 選前那時候就已經這些瘋瘋瘋瘋就已經出來了嘛 黑暗什麼的 那時候我們幾個離職的立委 離職的助理還就是私底下開玩笑說 大家活下去要撐住啊 不要被這些流言飛語受傷啊或什麼之類的 大家還是開玩笑這樣 對那也沒有想到說 我那時候也是以為選舉的黑暗就是選完就落幕了 就是你不會再繼續政治追殺什麼的 所以當選完之後這件事情 12月開始搜索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嚇到了 說實在我們大家都嚇到了 然後我跟辦公室組我們兩個還在 那個北劍的休息室兩個就是很無言的碰到面 然後就想說啊接下來有一筆很漫長的路要走 那那時候也有稍微交換一下想法 那我其實可以理解其他人認罪的原因 就是可能會有些人覺得我 我不想付率是非或是我不想被當劍拔 或是我不想被別人覺得說我跟高正在一起 那說實在對我自己來說 我其實也不是說一定為了誰 我今天真的是我的家人說 玉文為了你自己的清白 你竟然都可以提得出證據 那你為什麼不去讓 為什麼不相信司法會還你清白這樣 然後我也說好 那我先生也說沒關係律師費我處理 你不要擔心就是家裡有我養我 你只要撐得下去我們就挺你這樣子 就是這路上當然有很多掙扎 因為其實連我的家人就是非常就是 也跟我講說 司法很黑暗啦 你就忍啦就緩刑頭低低的 這件事情就過去了 反正大家針對不是你 大家都針對是高不大家都看得出來 那你就你就吞下去就好了 那種天人交戰就是很愛你的人 也跟你講說你有沒有人 那當然討厭你的人當然會說哎 你們犯那個注意就下去你們就認罪這樣 但是整邊也跟你講說 如果你真的想為你的清白奮鬥的話 你不要擔心我們有我們我們後盾在這樣 所以也是一路上從偵訓過程之中 也是一直不斷掙扎 甚至就是看到影片消失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我要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我也是一直很掙扎這樣 蠻有勇氣的